好 繼續要來關心天氣 明天是週休廉假的第三天了 不過天氣是不是還會更差呢 這封面接近 會不會影響到災區救援的進度 氣象時間交給宣童 好 確實我們一再提醒之前 就說在這廉假 一天的天氣會比一天 還要來得再更糟 在禮拜四 禮拜五 北東地區有短暫的震雨 但這都還只是前夕 而在地震之後 餘震又頻繁 我們要注意的是在災區 它的降雨 會不會影響到 他們的救援情況 我們可以看到 在未來的降雨趨勢圖 其實整個東半部地區 其實未來的四天 其實東半部雨都沒有停過 在禮拜六開始 北部地區 東半部地區的降雨 短延時的降雨 就會機率增加 另外還有在山區也是 但是天氣最糟的時間 是落在禮拜日 還有禮拜一 不只全台灣的短暫震雨 會增加之外 甚至午後熱力作用發展起來 整個山區都會有 比較強的熱對流 也就是俗稱的雷雨 發生可能 而在東半部地區 就要注意 有可能有土石流的狀況 而這樣子的雨 可能要一直等到 禮拜二的時候 才會稍微的緩和 但是緩和的地區 也只有僅限在東半部 西半部地區 東半部還是會有一些 短的陣雨出現 再來我們關心的是溫度部分 你可以看到 其實在花蓮壽林鄉 也就是受災最嚴重的地區 雖然它的低溫 只有19到20度 不算特別的冷 但是如果雨再加上風 就很有可能會導致失溫 甚至如果體溫降到了 32度以下的話 就連步行也有困難 所以我們非常希望 這些救難團隊 可以在雨來之前 趕快把這些人 全數的救出來 才可以降低最大的風險 請李千 好 沈頭 還要請問你 就是主政過後 雨政還是很頻繁 那麼山區多處的道路 有落石貪方 剛剛您說到了 就是明天開始雨 還會更多 那麼是不是 還要更小心的 就是土石流的問題 再請問 好 確實沒有錯 其實從403地震發生之後 截至目前為止 地震加上余震 就已經超過了528起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大家關注的 除了這些受災區 它們有土石崩落的情況之外 第二個關注的 就是有可能引發土石流 我們可以看到 在左邊的 這是土石流的潛式溪流 全台灣有1732條 而這一次受災最嚴重的花蓮 其實就占了171條 是僅次於南投還有新北市的 所以其實像是在太魯閣園區 他們也表示 在4月7號之前 由於這些步道 都有多處的落石 必須全部都暫停入園 全部都不能進去的 所以我們也帶大家來看的是 其實過去也有研究指出 再降雨再加上地震 很有可能會激發土石流的機率 變得會更高 我們來看到在地震之前 土石流的雨量 一天累積至少要115毫米 才會激發土石流 但是地震之後 土石流的雨量只要17毫米 就有機會 而在短延時的強降雨當中 如果地震前要必須4.69毫米 才有可能激發土石流 但是地震之後 土石非常的鬆動 在1.42毫米 就容易有土石流的機率發生 所以我們要特別提醒 在整個東半部地區 即便在下禮拜二之後 午後雷雨的機率會大幅的降低 但是短暫的震雨還是會出現 所以這幾天最好避免前往東區 也避免前往山區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指定下載TV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